主料,土豆400克,主料,胡萝卜50克,花脚,红辣椒1个,醋,葱花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土豆削皮,先切片,再切成丝,用水泡洗2次,冲掉大部分淀粉,沥干备用,胡萝卜一致皮,切成丝备用,热油锅,放入花椒和干辣椒炸出香味,然后烙起起汁, 捞入土豆丝翻炒至半透明状,日时再加入胡萝卜丝和醋翻炒均匀,加盐调味即可,最后撒葱花出锅,烹溅技巧 1.土豆丝泡过水后,炒起来比较容易变脆,2.花椒长黑了容易变苦,所以要注意火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